浪漫巴黎 浪漫巴黎 那你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游览巴黎 才能最大程度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浪漫吗 在这待了一个月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那必须是塞纳河游船观光 在码头花14欧买票登船之后 上到顶层甲板挑了一个好位置 坐下不久船就开了 但因为是观光船的原因 它的航行速度是非常慢的 不过这样一来 我已有了充分的时间和各种建筑物合影拍照 所以可以说是真合我意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 这座船沿着塞纳河一路向东航行 几乎穿过了整个巴黎 路过了大大小小无数座桥梁和古建筑 不管有名的没名的 船上的中文广播都会一一进行解说 大了 像我这种对欧洲历史不是特别了解的学渣 不可能每段都听得懂 啥拿破仑啊 圣日尔曼啊啥的 更说是无事了 但是 像埃菲尔铁塔以及巴黎圣母院这种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地儿 我还是仔细听了一下 不然回去一问三不止跟白来似的就没啥意义了 总结一下 乘坐塞纳河游船无疑是游览和了解巴黎最高效的方式之一 不管是懂还是不懂这座城市历史的游客 都可以在这一个多小时时间里找得快乐 会一万步说 实在是不想听广播逼一逼 趁着蓝天白云在河上吹出小风被挺好嘛 你说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